天文学家首次发现了一个星系群,它已藏在离银河系不远的地方。 这项新研究的研究人员说,这一发现可能有助于揭示可能存在于大多数星系团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如何影响星系团变化。 星系团是由成本上千个星系组成的集合,这些星系被引力束缚在一起。 美国宇航局官员在一张图片上说,离银河系最近的星系团,是视女座星系团。 感星系团拥有约两千个星系,距离地球约六千五百万光年。 2012年天文学家发现了菲尼克斯星团,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所有星团中最亮的一个凤凰星团距离地球约七十亿光年。 他已所在的星座命名,至于不到调查显示,先前的工作已经发现了这个巨大的星系,但还没有发现它是一个星团。 它的中央星系在X这线中非常明亮,以至于科学家们把它误认为是一个亮点而不是星团的中心。 这导致了新研究的研究人员想知道有多少类似的星团,可能没有被发现。 现在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类似疯狂的星团,它位于一个名为BKS1353341的内星体附近,距离地球约24亿光年。 他们估计这个星团的质量约为地球太阳的690万亿倍,相比之下最近对银河系质量的估计在4000亿到7800亿倍之间。 这个星团的中心星系非常明亮,它的亮度是地球太阳的460亿倍。 研究人员说所有这些能量最有可能的来源,是一个非常热的物质盘。 它们旋转成一个质量,是太阳几百万倍的超大质量黑洞。 这是隐藏在普通视线,是调查中的星团的第一个结果。 该调查分析了来自IOSAT2MAS,YS,SUMMSS和NVSS全天空调查的数据。 已发现虎脉,无线电和X是现光的明亮光源。 新P的目标是发现以前看不见的,附近巨大的星系团。 这些星系团被错误的识别为独立的X射线光点。 研究的主要作者,华盛理工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Toyward,Somone Pongyuk说, 最近的发现,表明在我们所在的宇宙中,可能有很多这样的失踪星团。 我们应该知道,好是否代表了未来一两年宇宙中最极端的中央星团区域。 研究人员说,发现更多类凤凰的星系团,可能有助于解开有关星系团计划的谜团。 这些难题包括冷却流问题,其中计算机模拟预测了更多的冷气体和新生恒星的存在, 比在星团中最明亮的星系中实际看到的要多。 研究人员说,未来对类凤凰星团的分析可能证实, 被怀疑潜伏在许多星团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的活动有助于解释这种一题。 该研究发表在天体物理学上。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U.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